大家好,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2年的5月26号 我今天还在台北 早上从贝林家醒来 然后和文海一起吃完早餐 他煮了粽子给我吃 然后我们就等那个公儒健 跟他一起开车去乌来找贝林 贝林住在乌来 他在乌来买了个房子 然后我们现在住的是贝林 在这个师大附近租的一个房子 然后我们今天就去乌来拜访贝林 然后那个公儒健才说 那个廖义武也住在乌来 所以也想顺便去看看廖义武 然后我们就开车 去新店站接到了那个公儒健 然后再开车 绕着弯弯曲曲的路 开啊开啊开 然后顺着乌来西 一直往乌来开 沿途的风景还蛮漂亮的 所以我们到了贝林家之后 把车停在一个刚好过我停车的地方 然后贝林再带我们去打水 去他们那个乡公所吧 去打一些喝的水 然后再回到家 我们在聊天 然后参观他的豪宅 哎他的房层漂亮啊里面有有很多书架 也有很多贝林从二手市场逃回来的漂亮的小玩具 甚至还有我也看到有个 sniper 铸鸡枪用的那个镜头 四倍镜还是八倍镜我不知道 可能是两倍镜吧 然后我就开始 我们到那边已经快十一点半了 然后贝林在做饭 我说我来做 然后贝林就放手让我做了 然后他就去整理做家屋 去把被子整 把那个床垫整理一下 然后我和文海一起就把午餐做出来了 做了一个豆腐炒猪头猪耳朵 还把它冰箱里面找到一些 一些烤鸭也是放进去炒了 然后再做了一个炒龙树菜 再做了一个炒包菜 贝林还在我们来之前就煮了一大锅汤 然后我们吃的饭是黄色的 结果那个温海不知道是什么饭 我说这可能是放了姜黄的米饭吧 然后贝林就说 哇 我认出来比很多人厉害 我觉得台湾有些人会吃姜黄 姜黄就是黄黄的 就像咖喱 印度人用的咖喱一样的 是一种黄色的粉末 它长在地里很像那个姜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辣辣的姜 生姜 嫩姜就是那种姜 但是实际上 那个姜就是那个姜黄是黄色的 但是没有姜的那种辣味 然后我们吃了饭就是聊天 然后好像贝林他有一个 接下来有一个书展吧 然后他就邀请文海和龚如健帮忙 我也想去问问上官乱 对去参加书展 有没有兴趣 所以我改天再跟上官乱说说看 上官乱现在很红哦 我的YouTube上面去年做的一个上官乱 来瑞瑞看完我的影片 现在播放了13万了吧 这是我突然之间红起来的一个影片 都是拜他所资 所以我也来了做Vlog的心智 感谢上官乱 感谢长期来给我留言支持的人 鼓励我做影片的人 然后这几天做个Vlog以后的话 我会做更多有趣的专利采访 可能也会做时事点评 然后看看读者们有什么想法 问问我我来做在影片中做解答 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上官乱那样的网红 有媒体采访有通告费有稿费 好我跟贝林说你要是有什么工作 也可以让我来做让我赚钱 我是什么钱的赚 什么送快递啊做网站啊做影片啊都OK 所以吃完饭开开心聊聊天 然后看我就跟文海公如街去找 在去乌来的那个漂亮的街上去找那个 啊 廖义武可惜悬赢者不遇啊 没有找到廖义武 廖义武不在家 乔门没人应打电话没人接 不过我们离开后 廖义武就打电话过来了 他说他在街上散步 所以就这次就错过廖义武了 然后我们就回到贝林在十大附近的房子 就是放了三香书然后再冒走轻盆大雨 在高速公路上 不如在那种快速路高速路上面 在讲卫水高速公路吧 就像雪山隧道狂奔 结果路上导航搞错了错过一个路口 结果跑道跑道 到南港家南馆去了 然后又重新上高速 然后一路钻隧道 变着就中心喷大雨开 在大雨里面开八十公里每小时 还蛮害怕的 所以我就距禁会神的开 还是蛮惊险的 生怕再一次走错路 不过还好 很顺利的走过了长长的水山隧道 走过宜兰 终于到达我们今天落脚的地点 就是前天我们露营的地方 宜兰县苏澳镇东奥里海滩 东奥湾海滩 然后在这里扎营 扎营的过程就蛮辛苦的 老是下雨刮风 好像风雨比上次还更大了 这两三天台北 或者是宜兰北部这边雨就没停过 像美雨季节一样的 我看了一下Wendy App上面显示 台湾这附近 一直有一个向南一个向北的风 面雨在这边 一个向南一个向北的风 在对抗着 然后我们这带来很多风面雨 所以可能接下来还有两三天的风雨吧 所以我们就打帐篷 然后在车里面论道 坐而论道 因为我们从辩林家出来之后又接到一位老先生 是一位1962年12月6号出生的老先生 他自我介绍 他是台大哲学硕士 他自称是哲学家 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蛮神奇的一个哲学大师 我对大师没有额外的尊重 我就想知道这些西方哲学的脉络 东方哲学的脉络 然后台湾的一些社会运动 对了 这个教授叫杜文人 不是杜文哲 杜文哲 不是杜文哲 是杜文人 人天地不仁的那个人吧 他的知识确实远博 不过对于神城政府和神性 或者是神的存在 我是没办法认同的 但是对于他的支持结构我非常佩服 然后接下来几天他会去我家玩三天 然后还有很多机会跟他请教 有时候我跟他的这个交流中的话 他可能会认为我是麻瓜 是傻逼 但是我觉得呢 我们只是分享看法交换意见 我不试图说服对方 所以我就继续的跟他聊 继续的去跟他请教一些哲学 历史哲学人物的脉络 不过看看我以后能不能再找一些 西方哲学的这个资料看看 看看每个人每个派系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所以我们坐在风雨中的帐篷底下 聊到深夜10点多才罢休 然后现在我又准备做我的Vlog了 今天的Vlog有点长 啰啰嗦嗦嗦讲了 差不多10分钟 那我先讲到这里吧 明天的话我开车去花莲办银行卡 去台信银行办银行卡 然后再去拜访潘小雪老师 然后再回到瑞穗 好欢迎关注我下面的节目 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